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玩火石區 我是尼亞斯,今天玩的是 Free Fire 的團隊突襲 改版後的新的團隊突襲 喀拉里的部分就跟我之前拍測試服的時候是一樣 就是他把喀拉里,就是團隊突襲喀拉里的部分 改了一個長相 但是地形是差不多的,所以各位觀眾如果想看 你可以先去看今天的影片,那之後我有空也會拍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玩白木達看一下 白木達他是改的怎麼樣 是白木達2.0,還是原本的白木達1.0呢 對,還蠻奇妙的,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OK,我們現在配到場了,目前看起來地形 我看一下地圖就知道了啦 有啦,再來是白木達1.0,對他不是2.0 有點可惜耶 白木達什麼時候要改成2.0啊 其實新地形會比較有新鮮感一點啦 雖然說我知道大家可能習慣以前的白木達,我也是習慣了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偶爾有一些新鮮感嘛 像是出一些新模式啊,絕命尬恰之類的 像未來應該是會出宇宙賽車啦 就是絕命尬恰的強化版 有興趣觀眾可以關注一下這樣 沒有,一直 欸,他 空穴可以打那麼遠啊 欸,這空穴怎麼回事 空穴打太遠了吧,太扯了吧 欸,我剛剛瞬間在他身邊的時候,我就馬上先跳遠 然後跳遠我還有傷害 欸,這,這個 空穴也打太遠了吧 有點扯 好吧 只能靠隊友啦 3打2 他那個空穴 他那個空穴是怎樣 射程加5是不是 這場是完全靠隊友 欸,這個空穴真的是讓我很訝異 那個射程加5的空穴 可以可以,好,我們現在1400 可以買什麼 Victor跟P90,我選擇P90啦 因為Victor,不知道 我比較喜歡P90 其實原本我是比較喜歡MP5啦 但是 Victor跟P90,我還是比較想要選可以開鏡的 Victor的感覺是湯普森的強化版 就是湯普森一樣就是不用開鏡 湯普森其實蠻穩的 Victor的感覺還蠻穩的 只是 Victor的射程比湯普森短 他們說假的 從今天有一隻對不對 要上來了 有兩隻阿 這邊有兩隻阿 我這邊不能包過去 我只能等他退阿 要不然他全部倒欸 要不然他全部倒欸 欸,他是真的欸 他是真的 有那個 那個 後面有兩隻阿 有欸 有阿 後面有兩隻阿 有欸 有阿 你看他 他 他的東西 哇 哇,差一發 隊友可以吧 我打掉一隻阿 我看到那個頭像旁邊有一個 T90 可以嗎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還假的 哇 後面,後面兩隻 欸欸 哇 沒有阿,發馬斯被打掉了 可惜可惜可惜 哇 好,我們再來吧 這一場是很可惜阿 我沒想到他這邊有三隻 我以為兩隻而已 另外兩隻想說在哪裡 欸,真的阿 他真的是阿 Victor跟T90喔 好啦,不然我們省一波錢 拿個Victor好了 拿個頭盔這樣 這真的行 我們用這個好了 他們好像覺得我是真的 吧 扯阿 好像是看到頭像吧 好,我們先來認真一波吧 真的扯 剛剛真的太可惜了 我 我太大意了 我們還可以遇到第二次了 好,他們遇到第二次了 他們遇到第二次了 可以遇到第二次 對啊 發射架泥膠 可以耶,問 OK 剩他了,剩他了 NICE 可以 這個包 VIG的感覺 有點像 他的子彈 越射會越飄阿 本來是比較習慣 那個P90或MP5 MP5是最好啦 我買個M887好了 買個凝膠 這樣 還是 還是 還是NICE 887 MP5 P90 深得我心阿 當然是NICE 887跟MP5優先阿 現在MP5 MP5 被官方改掉了 團隊突擊不能買MP5 所以我只能 退了窮幾次買P90 欸,有出BUG了 有點可惜 出BUG 有BUG 有BUG 他變得比較慢 弄一個那個 DP 右側有人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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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 壓一個 他有嗎 呃,大概不講 不講嗎 V衝好爛 真的是 有觀眾說他覺得V衝好爛 欸欸 欸 困 人在岩底後面 只能靠隊友 OK可以可以 OKOK 可以可以可以 3比1 欸速度感覺好快喔 我是該拿個 AKM4 AKM4 18 我們省錢好了 因為我想要買裝阿 沒有裝 先這樣好了 然後重複張子彈丟給隊友 配件 配件 我沒有 欸 配件 這樣子 圍大隊衝動這樣子彈 多到一個爆炸 衝動這樣子彈 好我們先往前衝囉 先壓 看一下敵人 會走哪個位置 沒有意外 這邊應該會走一波 中間有一隻 我這邊確實有一隻 有在貨櫃裡面 羅瑟有一隻 殘一殘一 倒一 這邊有一隻 這邊有一隻 你還死那魂死了 ナイス 可以 謝謝阿謝謝 謝謝 好這場隊友真的是會打 很有戰術啊 感謝他們的那個幫忙啊 喔他支援的很快欸隊友 我的隊友支援超快 感謝感謝 好啦這場五殺 真的是 欸我播放鍵消失啦 我不知道官方為什麼會把播放鍵拔掉啦 所以你們還是對這個UID1076060比較準確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仿冒我名字一模一樣 我真的有看過一模一樣的名字 對完全沒有不一樣 看不出哪裡不一樣 可能是用空格之類的 可是官方或者是很多玩家都說空格不行 所以我也不知道空格是怎麼打出來的 是用哪種形式 反正就是大家就記得對UID比較準 對其他的都不太準啦 對對OK 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加旁邊小鈴鐺開啟通知 然後平日晚上六點發片 假如要是早上九點 記得準時收看我的影片 然後開啟小鈴鐺全部通知 比較容易收到 我 發影片 或者是 開直播的Youtube通知 你比較不會錯過 或者觀眾場之類的 所以呢 記得一定要開小鈴鐺的全部通知喔 那我們下一集的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landmark 我們是否認識啦 喜歡你的影片 我們請看 我們想看 我們要親致